在2003年发生了这个SARS事件 当时我家是住在重灾区 一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一直到这一次的整个武汉肺炎的事件 共产党它对全世界投资 绝对是天理不容的 因为我本人是在香港上大学 那发现其实共产党 它的历史是一部显明的历史 我们是一个自律消灭 共产党的新中国联邦人 还给中国人民一人一票的民主自由法治社会 不管你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 都应该团结对抗中国共产党 它是我看了那么多反共的团体里面 唯一有实力灭共的团体 至于我一个台湾人为什么会选择支持呢 台湾的地理位置就在中国的隔壁 那如果今天中国共产党不被消灭的话 我们一直都会持续的被威胁 主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引用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 他说他希望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那谁让台湾不安全呢 是中国吗 这个答案是共产党 中国不等于共产党 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 他们过的日子完全就是跟 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是不太一样 也看到的他们的文化 实际上是非常的糟糕 一开始知道 中国破坏人权很严重 香港人被破坏 西藏人们被破坏 在大陆内地很多人被活摘器官 任何一个有正义感善良的人 当你得知了共产党见证的 这种黑暗的真相 包括正在全球发生的 无数起灾难 他其实背后都和共产党有 非常紧密的联系 共产党是一个 政治、政治、经济、商业、高科技、 智商、智商、智商、 专门和美国的战略 我在2019年底 接触到爆料革命这个名词 然后听到了就是郭文贵先生 在YouTube上的一个直播 那今天的台湾啊 他们布局韩国瑜 最后抛出郭台银 就是他们对台湾的最猛的招 叫双枪政策 我一直感受到就是共产党 此时刻刻在威胁我们的 这个台湾的深层空间 这件事情 未来一定是大家要共同面对的 你在这个时代 你要选择的 你要么是无视着一切 要么你选择和共产党同流合污 要么你选择勇敢的站出来 为自由呐喊 为灭共发声 那我选择的是这一个 我们将不再有恐惧 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妥协 只有一个目的 没有梦想 推倒共产党 建立新中国联邦 实行民主法治信仰自由的 一个新中国的和平国家 我们因爆料革命 凝聚在一起 为实现新中国法治民主和自由 而组成喜马拉雅监督机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今天我用先句来捍卫我们追求的 法治自由有尊严有体验的中国 我们是新中国联邦 台湾保党农场 那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人权宿权 就是我们要消灭共产党 现在世界的局势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种共产党 渗透这个世界有多严重 我不想要台湾被掌握在这个共产党之下 那如果我们现在再不站出来 以后也许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世界 可以讲现在 灭共是全世界的 摆在台面上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每个人都可以忽略它 消灭中国共产党是正义的必须 这就是天意 天意不可为 共产党到了灭亡的时候了 我们不能再做梦了 我们要行动 行动 行动 干掉共产党 干掉共产党 干死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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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